好我们先来看一下 中国展现的影响力 等一下我们马上来谈缅北 接下来这一题 我们来看一下法国 有人说法国马克宏 很像这个墙头草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习近平跟马克宏通电话 刚讲到了尾巴 有共事两国方案 然后呢又提到了说 法国啊 法国推动科研这些合作啊 有新的进展啊等等的 重点是习近平就大赞说 你看法国你干得好 你看哦积极的参加 一带一路高峰会 还有这个进博会 当然呢 中国的大门打开这个市场 欢迎更多的法国企业 来华投资 反倒是德国哦 最近还卡在这个华为 永远卡在这一题 那马克宏也说 对于今年4月份 对中国的成功访问 记忆犹新 所以法方愿同中方 密切高层交往 深化经贸等领域 美国在要遏制中国发展的时候 他就拉了他的G7 六个伙伴 还有又拉了北约 还有拉了欧盟 这些国家对中国大陆 很不礼貌 很不友善 一直在打压 那这些国家也屈从 跟随了美国 在一直压迫中国 他们认为中国会屈服 然后会让出很多的力 这些国家就可以从中获得巨大的 这些无限的无穷的利益 但是问题就在于 中国大陆不吃美国这一套 那不吃美国这一套 跟美国这针锋相对 这一针锋相对 你看从川普的四年 到拜登的现在的三年 六七年头就过去了 六七年头过去以后 追随美国的这些国家 没有一个国家讨到好处 没有一个国家讨到好处 首先我们看到 这个不再跟随美国的 就是法国 法国是第一个国家 第一个逆风的 对 法国是第一个逆风的 那接着就是澳大利亚的爱巴尼斯 他第二个逆风的 所以中澳的贸易战就结束了 就停止了 那法国这个是欧洲国家里面 是最大的强国之一 过去德国的影响力 在梅克尔时代的时候 已经超越法国了 在梅克尔之前 法国的影响力是超越德国 成为欧盟的 那时候是二十八个国家的领头羊 现在只要二十七个 英国已经退出了 那英国退出我们就不谈英国 我们只谈欧盟二十七个国家 法国现在是主要的领头羊 为什么呢 因为梅克尔从下台以后 现在的政府是红绿灯政府 就三色颜色 三个颜色的政府呢 乱七八糟的 彼此之间的这个总理 跟这个外交部长 跟经济部长的意见是完全不同 外交部长不帮总理开先锋 反正就是各吹各的吊 一人一把号乱七八糟搞 所以德国现在的影响力在欧洲衰败了 第二个经济状况很严重 好那我们来看法国 那法国目前来讲就取代德国 成为欧洲最有影响力的国家 法国要缓和跟改善跟中国的关系 所以马克宏就是您刚刚讲的 在今年四月的时候到中国大陆来访问 而那个访问是成功的 因为明年就是中法的 中国就给他下了应该 对 中法文化年 那明年的时候是中法文化年 而且是奥运 法国要办奥运 他们希望中国能够大力的支持 法国办奥运 第二个呢 中国的更多的旅客 能够去巴黎观光旅游 而且呢文化年一开展了以后 他们也希望中国大陆采购 法国更多的产品 尤其像MAS这种奢侈品 高精品的产品 能够更多的卖给中国大陆 习近平跟法国打这通电话 其实是要告诉法国 你从八月份到十月份 那么对于中国的这一些 科技产品的这一些限制 是要解除 你要给中国一个公平合理的 一个环境 中国是很愿意向你法国采购 对 我们很愿意给你采购 但是你不能卡我的企业 这通电话有一部分 就谈到这个部分 你不要吃中国的饭 要砸中国的锅 对这一部分就谈这个 然后另外一部分就谈到 您刚刚讲的尾巴的问题了 对 那这样子这个串起来就合理了 因为突然间前几天的消息 普丁把今年大概五六月的时候 大家在讨论的 法国说他想要加入金砖 应该不是说加入 那时候他是说想要一起参加会议 参加会议当观察员 对但普丁直接说了 法国你愿意的话 来啊你申请啊 我们会审理哦 对 会不会过不知道了 但因为俄罗斯明年是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 所以其实啊 你会发现俄罗斯开始讲话又有分量了 对因为金砖它是一个包容性很大的 它跟G7不一样 G7它基本上是原本就是在二战之后 他们是最富有的国家 这几个国家他们要支配整个世界 那他们最早是要支配这个世界的经济秩序 也就是他们要支配建立这个世界的经济规则 有利于他们的发展 所以G7它就借由他们的经济体最大 科技能力最强 然后他们制定所有有利他们的发展的规则 然后让发展中的国家 永远限出贫穷跟落后 永远就差他们一截就对了 对永远贫穷落后 而且几乎都跟不上 可是问题就在于 他们最不愿意见到的事发生了 对 就是中国突破他们所建立的这些规则 而中国脱颖而出 中国的经济体变成全世界第二 如果以凭准购买力来讲 超过美国 这第一件事 但是更让这些G7他们最害怕的 是因为中国的科技力 中国的科技力不但赶上 而且逐步的在有一些领域 已经超越欧美的这些G7的国家 像高铁就超越了 像电动车超越了 像绿能超越了 像光伏电板超越了 所以中国大陆有很多领域方面 已经开始超越了 超越的情形下 美国跟G7他们就想办法 要打压中国 让中国大陆压下 垮下来 但是没有成功 没有成功现在中国大陆 所领导的这个金砖五国 那他们采用扩容的方法 这一扩容就把这个中东的 这个石油的 而且很富有的国家 也拉进来了 南美的阿根廷也拉进来了 非洲的国家也在拉进来 所以一拉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 它增加了六个成员国 现在的情况就是 它的影响力比以前更大了 法国有兴趣了 所以我觉得 法国聪明人 如果法国也能参加的话 那就突破了这个G7 因为也就是说G7的法国 它就会走独立自主的路了 也就是它是两个俱乐部 严格上来讲 是三个俱乐部的成员国 金砖G7还有G20 三个俱乐部的成员国 中国是两个俱乐部的成员国 就是那个金砖跟G20 对不对 然后法国就变成 世界独一无二的 三个俱乐部的成员国 它将会如以得水 独立自主 所以现在普丁在跟他招手 如果他一加入的话 那G7基本上 在国际间就没有什么 很大的作用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 阿根廷突然在那边呛吓说 我们没打算加入金砖国家 好啦新冠上任是不是三把火 因为今天毛宁也说了 他说呢 他说我觉得不会 他说中方跟阿根廷 是有互相高度贸易依赖的 他说如果阿根廷真的要这样做 那绝对是他们外交上 严重的错误 他提到说 中国呢是阿根廷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第一大的农产品出口市场 所以我们可不可以短评一下 阿根廷在干嘛啦 还是真的就是刚当选 所以这样讲一下而已 米雷一 阿根廷的投票年龄很低用 16岁就可以了 高一的学生就可以去投票 所以有很多年轻人 他不见得很了解 一些政治上或是经济上的现实 这一位新当选的总统 他是语不惊人 识不休 对 我们叫做疯子总统 或是狂人总统 就阿根廷川普 对阿根廷 他比川普还要更暴走 他说我要把这个央行烧了 炸 而且我不要我们的匕首了 我们要全部用美元 第一个他做不到 但是对很多16岁的年轻人来讲 好爽 然后他说我要退出 那个金砖 因为1月1号 这个就 这一个多月 对 就生效了嘛 新家的 那如果阿根廷真的要退出的话 那大家也只能尊重 但是问题就在于 他说我不跟中国大陆跟巴西来往 对 他断绝跟中国大陆跟巴西的合作关系 那他一旦要断绝 中国大陆跟巴西的合作关系 那他的出口就都卖不到 中国大陆去了 而中国是他出口第一大国 他每一年的70多亿美元 他中国卖不动以后 这一个国家的经济马上就崩溃 这第一个 还什么批手跟美元 不可能了 他们经济就崩溃了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他 巴西跟他都是南共体的成员 委内瑞拉 巴西 乌拉圭跟阿根廷 都是南方共同市场 他一旦不跟巴西来往 他就要退出南方共同市场 那他的产品在南美洲就又卖不动了 对 怎么可能 自寻死路 那他的产品不可能卖得到 卖得动到美国 因为他都是卖牛肉 大豆跟这个红酒为主 那你这三个东西 美国都有 美国为什么要买你的 美国的牛肉 不会比你跟阿根廷的难吃吧 他的大豆不会比你不好吧 而且美国是生产过剩 他要卖到海外去 那你想他怎么可能 从你阿根廷来采购 那你阿根廷怎么活得下去 所以我们都觉得 这一些论述 一听就知道 是荒唐不可行的 但是他却能够拿到票数当选 对啊 所以替阿根廷堪忧 但我觉得中国发言人 真的很给他面子 他提出了很多的市政 告诉你 阿根廷 现在是你高度依赖中国市场 不是中国依赖你 搞清楚状况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打炸 哇 这一票真的是赢得漂亮了 因为诈骗现在真的太多了 一天到晚就看到很多主播 民主持人 被拿去剪辑 说什么投资股票之类的 在这边先说 完全没有鼓励投资 因为太多诈骗了 所以现在这个状况 中国公安部 今天告诉大家一个消息 缅北 光是缅北这个地方 累计向中国移交了 3.1万名电信诈骗犯 这个照片太小了 导播你可以给我下一张吗 我们有更大张的 最近在很多车站 大家会看到这个样子 你想说这什么东西 看起来怎么很像 很多恐怖分子 其实不是的 这些全部都是诈骗犯 然后被抓了之后 在缅北被抓 现在移交到中国大陆 所以呢头上都要戴着这个黑色的头套 那以身上这来看 可能他们每个人都有编号 那有警方公安部 赫枪实弹的押借他们 搭高铁 你看这么多人 3.1万人 所以网路上现在你知道吗 最夯的叫做依警还乡 警方的警 依着警察 依警还乡 所以这个状况呢 就看到了原来在缅北的局势 是这样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 外交部也有对此发表了一些言论 他说其实包含了缅北 现在动荡比较乱 数百名的泰国公民 还有一些菲律宾 新加坡的公民 从缅北经过中国大陆撤离 那么缅甸北部局势 变成一场巨型的人道危机 我们来听一下大陆外交部的回应 首先中方一直关注缅北冲突态势 并且持续敦促各方 止战停火 近期有部分国家向中方请求协助 从人道主义出发 我们就其在缅北的公民 渠道中国 撤离缅甸 避战 提供了出入境便利 后续我们将继续同有关国家保持沟通 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此次缅北冲突以来 中方一直以自己的方式发挥建设性作用 积极劝和促谈 推动相关各方以人民利益为重 尽快停火止战 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 避免事态升级 其实中方在这一次的这个 国感四大家族的这一起事件当中 算是很低调也但是也很够力 很给力这一次 我觉得我们应该这样分别来看 一个是缅甸政府缅甸军政府 跟这个缅北这些高度自治的 这些地方政府 那因为这些高度自治的地方政府 他们自己拥有武装部队 那么爆发了一些冲突 那么所以目前有在交战中 因此被困在缅北地区的这些 包括西方或者是亚洲国家的 这些公民还有中国的公民 他们是需要被救走的 也就是需要被疏散的 所以中国大陆是会跟双方 就是这个拥有武装的地方的 这些政府 以及跟缅甸政府 他们彼此协商 那么在斡旋 把这些一般的正常的善良的百姓 做疏散 这是一件事 不能够跟这个诈骗集团 是混在一起看 但是为什么会在这段时间 跟诈骗集团会混在一起呢 因为这段时间 中国大陆对于诈骗集团的 这些打压 就是说这些打击 力道是更强大 这个主要是发生在有一位中国大陆的一位博士老师 他应聘 他应聘了以后 结果被诈骗集团骗了 那他以为他是到这个泰国去教书 结果事实上是被挟持 被送到缅北去 去做诈骗 对 去被逼的去做诈骗的一个工作 那他的最后的身影 暴露 然后怎么就失联了 就失踪了 那由于他是一个高阶的知识分子 然后也都有去经过查证 说他要去应聘 那怎么到最后 这个人就失踪了呢 所以中国大陆 他们的家属 就跟中国大陆报案 中国大陆就透过 驻泰国跟缅甸的 这些大使馆 开始去追查 后来就发现 这些诈骗集团太猖狂了 你还记不记得台湾 有很多的年轻人 有些都被骗了 以前被填补债事件嘛 对 就被骗了 骗了以后就被强压 被强逼 甚至被凝虐 被殴打 然后逼着他们要去做那些犯罪的工作 那现在的情况是 中国大陆一看这个事情很严重 那大陆本身的内部里面的这些诈骗 已经到很严重的地步 因为中国大陆一直在清理 这些诈骗的事情 所以不管是用实名字 手机实名字 各方面实名字的清理 然后在中国大陆的内部 的这些诈骗犯 已经清理的都差不多 后来也发现他们有一些 以前过去这些诈骗犯有在肯养 所以也到肯养那边去破货 台湾也抓过了 大陆也把我们抓了很多人 送到台湾来 就送回台湾来审判 那现在发现他们的很大的窝点 前段时间又发现有在这个柬埔塞 有在老窝 有在泰国 目前发现最大的就是在缅甸 为什么因为缅北这个地方 就形成了三不管地带了 就是您刚讲的国杆地区 那国杆是一个什么样的地区呢 国杆这个地方就跟 就是缅甸跟中国云南的一个交界处 它有一些地方跟中国的民宅 一个房子可以切成一部分 有一角就是缅甸的了 另外一角是中国大陆同一个宅子 这样的一个化界 你就可以知道那是很复杂的一个地方 那国杆这个地方的人 都是汉人为主 对 他绝大部分就是当时明朝末年的时候 那些明朝人南明人 然后不愿意被满清同志 跑到那个地方就住下来了 住下来了以后 他们都是汉人 维持汉人的生活习惯跟语言 结果后来缅甸被英国殖民 然后要独立的时候 这群人他们就构成了原住民 因为他们也住了三十百年 所以他们就形成原住民 然后他们就取当地的名字 就变成国杆了 就变成国杆人 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他们事实上都是汉族的人 然后他们就叫国杆人 然后他们自己本身有自己的武装部队 好 由于他们就是汉人 讲汉语也学中文 所以他们跟缅甸的就很容易来往 常常就是互通互通有无 那也到云南这边来工作 做生意做买卖等等 甚至他们在那个地方 在国杆这个地方有开赌场 最早以前也有开赌场 这一次中国下达了这个下了死令 就是因为有卧底警察被活埋的关系 我们让赖教授继续来告诉我们 免费故事 因为这块地方 它变成有点像三不管地带 听起来就很乱 对比较乱 然后地方的这个执法机构 秩序比较没有办法 像一个建立一个体制一样 所以家族同志的情况比较严重 那后来里面的人 他们就开始干一个勾当 从你刚刚讲的有开赌场的 然后因为那个地方的生活生计 交通地点并不是很好 那你要过上比较优渥的日子 那基本上他们就会朝这些赌 走这些偏门的 还有就是诈骗来走 这些偏门的 那这些偏门的 他们的这种勾当 就是害死我们普罗的大众 对对 因为您想想看被诈骗的人 第一个他内心有多欧 第二个他辛苦劳动力的成果 就被他们一个电话 养老钱 就被骗了 还有人那个要上学的学费 有人要住院的开刀费 有人就是你刚刚讲的 他一生辛苦工作的养老金 都被骗得光光的 因为养老金就那么一点 很多人就想说拿来去做投资 然后能够给他自己带来一点利息 能够多能够老 更老了以后都还能够有的 有的金钱的供应等等 结果这些诈骗集团 都是年轻比较多 然后都是坏蛋 一个比一个坏 心又坏又狠又黑 然后就去欺骗人 那很多善良的百姓都被骗了 很多人生气 因为觉得说 中国人骗中国人 对 尤其是跑到海外去骗自己中国人 这些人简直是坏透了 那现在要做的几件事情是这样 第一个就是要先区别 哪些是被胁迫的 对 然后哪些是阻谋 头目 对 头目 而且我觉得刑法也要修改 一定要处以重刑 因为你轻刑的话 他出来又犯 所以我觉得这些人要永久追踪 因为绝对不犯过 因为这些人实在是太可恶了 而且要根据他所 他诈骗的时候 那么所带来的这些受害者的 这个伤害的程度 给他们实施惩罚 所以这次说果敢 其实四大家族 还有一个第五大家族 就是明家 就是因为这个明家疑似活埋了 就是卧底警方 所以让这一次中国大陆 狠起来真的算是超佳 因为遭到了中国悬赏通緝 然后再加上彭家森的儿子 彭 他儿子叫什么名字 又突然有点忘记 叫彭德仁 所以呢发动了这个1027的行动 然后就破获了这个明家为主的 那个诈骗集团 然后一个庄园 所以被围了之后呢 首脑就是明学昌 他就自尽身亡 有人说他可能打算就是 以他一个 看能不能换其他人生存 结果呢 其他人通通被逮了 中国悬赏通弃 你看他的孙女才27岁 也被中国悬赏通弃 然后他的女儿 他的儿子 他的女婿 通通被抓 然后据说呢 这个白索成家族 因为有四大家族嘛 其中呢比较凶的 就是白索成家族 但是啊 他现在四生四死不知道 因为据说呢 他跟他的儿子啦 女儿啦 搭直升机要逃跑的时候 被缅北的军队给打下来 所以就坠机 那现在确定的是他的儿子 白银昌是死亡的 但白索成人现在在哪 还是不知道 所以是不是等于说 这个骨感的四大家族 等于就没了 就被灭了 解散 我觉得这个要看缅甸 他自己本身的政治 能不能这个法制化 然后他这个 这些高度自治区的 这些地方 也能不能法制化 如果他们不能够建立起 一个充分法制化 然后在执法力量很强 然后建立起一个 这个统治体系很完整的话 我觉得他们这些 三不管地带的 这些犯罪事件 会层出不穷 哪个地方有钱赚 他们就会朝哪个地方走 而且做的都是不法的勾当 一旦赚了钱以后 他们就建立武装部队 然后建立武装部队 然后就自己就形成一股 另外的团伙 然后他对中国大陆的边界 其实也会构成治安上的视角 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 中缅应该要完全的通力合作 要对于这一些不法的分子 尤其不法的集团 根本就不能够留情 一个一个都要把它肃清干净 所以这一次中国大陆来应的 卧底警察遭火买 所以大陆非常的生气 就破了缅北的电炸家族 事实上其实出手的 并不是中国的官方 也不是中国军人 而是彭家生 彭家生以前是果敢王 而是彭家生的儿子 因为呢 这个四大家族怎么来的呢 就是原本呢 果敢这边领军的 虽然是彭家生 但是呢 彭家生的部下 等于反叛他 所以呢这一次大家说叫做 彭德仁的王子 果敢王子复仇嘛 终于得到这个机会了 挥着这个打诈骗集团的大旗 所以呢等于是 缅甸政府也不能说什么 你竟然打诈 所以中国政府呢 我也予以支持 打击诈骗集团 当然也是支持的 太阳星全校 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 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由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月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 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层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解控